另外带你看到花莲警分局每轮派出所远警在日前晚间执行勤务时 是接获民众通报有民众是沃岛在路边需要帮忙 而警方火速赶往现场之后 发现一名年约80岁的老爷爷沃岛在路边汽车夹缝当中 意识模糊 并发现老爷爷的头部后方地面上有一大片鲜血 而警方立即通知119到场救护 并送往门诺医院救治 日前晚间美轮地区一名年约80岁的老爷爷 在聚餐饮酒后要走路回家 行进中心路与中美13街口时 突然尿急响在路边小姐 但一个不注意竟然摔倒了 直接倒地不起 警方在接获报案后火速赶抵现场 发现老爷爷依次相当模糊 立即通知119到场救援 远警一级赶往现场 发现一名老鹏倒卧于路边车辆加重 且头部后方正不断出群 远警一级联系车主义车 并通知119将老翁送往医院救治 警方通知119到场救护后 顺利将老爷爷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 并且同时利用冷脸辨识系统 查出老爷爷的身份 在第一时间通知家属来到现场 所幸老爷爷的伤势还算稳定 没有其余大碍 记者华联市综合报导 期练门